每日一百字 歇心、獨心、明心 原來開悟這麼簡單 你要懂楞言一千日 讓我們一起共同學習 若以風性觀,動極非無對 對非無上覺,雲何或元通? 若以空性觀,溫沌先非覺 無覺易菩提,雲何或元通? 風大元通法門,流離光法王子風大元通 觀此世界及眾生生 皆是望元風力所轉 佛問元通 我以觀察風力無一 悟菩提心、露山摩地 何十方佛、傳一妙心 思為第一 文書簡折平息 若以風大為所觀禁 動極非無對 風大有動有極 便屬循環生滅 無常之法 非無對待 對非無上覺 既然是有對待 括號相對法 至非是無上覺體 空大元通法門 虛空讓菩薩 空大元通 有我地觀 四大無一 妄想生滅 虛空無二 佛國本同 於同發明 得無身忍 我問元通 我以觀察虛空無邊 露山摩地 妙力原明 思為第一 文書簡折平息 若以空大為所觀禁 昏頓先非訣 虛空的性質 是一種昏昧 暗頓之相 自體先非 靈明覺知之用 如前經文 毀昧為空 無覺易菩提 既然無靈明覺知之用 至與菩提相逸 以上蕭文到此 恭請見非法師慈悲開示 各位全球雲端共修的學員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三百七十六日 我們要繼續來談文書菩薩的分析 那這一段呢 是二十五元通法門 佛陀請所有的在座 各個專家 阿羅漢跟菩薩都是專家 修行的專家 而且呢 各個都有真本事 來分享他們的入門方便 那這個二十五門呢 的確是非常殊勝 所有的你想得到的修行 都南瓜在裡面 有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入門 有的是在專業領域入門 有的從業障入門 有的是做了很特別的分析來入門 好 這一些修行法門啊 都沒有差別 所以佛陀啊 他就要先跟大眾說 這個二十五門呢 都是非常好的法門 但是文書菩薩現在的任務 是幫我們所有 剛剛開始來修行的人 來幫忙挑選最容易成就 也最適合我們修行的法門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能夠有說服力 而且要每一個法門都來進行 非常清楚的一個剖析 那如果我們以為 這是不好意思 就是有時候 好像說人家的缺點 是一個挑毛病挑刺 但事實上呢 在修行這件事情上 我們不要害怕得罪別人 因為自己一定要選到最好的一個法門 就是很多人來學佛 就拉來拉去 我今天喜歡念佛 我就叫所有的人都要念佛 我今天喜歡誦經 我都希望所有的人都要認同 的確是如此 八萬四千法門 都會有自己很相應的方法 那我們不但是可以推薦自己最喜歡的法門 同時也要接受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相應之處 那這樣子才不會吵架 或者是產生一種障礙 我今天修了這個最殊勝的法 其他的都不夠厲害 叫直一非他 有的人會這樣 你就好好念佛就好 其他都不要聽 做這些事情心很散亂 那有的人是這樣 有的人說 你光說不練 你沒有去實踐 沒有行菩薩道 永遠閉關在那邊念佛 就能夠得解脫嗎 那這個兩個其實都各自一方 事實上 如果我們懂得法門的時候 動也動得 靜也靜得 閉關也是必要的 行菩薩道 借靜戀心也是必要的 這些都是方便 如果都做不好 你兩邊都做不到 如果做得好 你到哪裡 什麼法 你都會通達 所以文殊菩薩現在在講的是 聖性無不通 順利皆方便 這些都是方便 但是對一般 剛剛開始的人來講 他總是希望 要快快的 速速的 這樣子才可以 趕快修行有效率 有效果 就會增加修行的信心 所以在文殊菩薩的分析裡面 他就先針對每一個人的一種 可能會發生的一種狀態 來剖析這些法門的一些盲點 那我們現在就了解了 那今天呢 是兩位 風大跟空大 這兩位菩薩 那都很像喔 一個是流離光法王子 一個是虚空葬菩 法王子跟菩薩 就是同樣子 同樣的意義 同樣的名字 那 法王子他所修的法門叫做風大 這個風大呢 是什麼呢 風大 其實他在講的這個風 是一種妄想之風 一種妄動的狀態 所以流離光法王子呢 他所修的法門啊 是在這個風大當中 能夠不被風所轉 因為他保持本覺妙明 以本覺妙明來觀察這個世界 發現這個整個世界 都在一個風大的變動當中 是不是 我們從早到晚 每天就是忙個不停 隨著風而轉 什麼風呢 無名之風 隨著夜風 隨著自己的這些世間的各式各樣的動態 就是望緣 那隨著他呢 來轉的時候啊 始終都沒有一個安住的心 那每天呢 就很燥 心裡面很煩 不安 乃至於呢 身體啊 也是蠢蠢欲動 東想西想 東忙西忙 那 流離光法王子呢 他所修的法門 他就去觀察它 觀察這個世界啊 在動的時候 欸 是怎麼動的 觀察這個身體 在動的時候 又是怎麼動的 觀察所有的動呢 都沒有差別 這個動都是妄動 因此呢 又發現了一個動的真相 欸 你不懂的時候 你就會跟著隨之起舞 你懂的時候啊 萬賴俱吉 因為這個動原來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所以他就在這個妄動當中呢 欸 側悟了一個極淨的境界 那這個極淨呢 是本來心就是極淨 那欸 所有的動啊 都不再干擾他的心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啊 得無聲忍 而時心開 欸 就能夠啊 對於十方的佛啊 都能夠動徹無礙 所以他這個這個修行法門呢 是很殊勝的 他不再呢 煩於動 他反而去觀察 這個動到底從何而來 從何動起 就發現 根本呢 就是妄動 妄動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從哪裡來 那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那這個風真的不知道從哪裡來啦 所以啊 這是他的一個法門 沒想到呢 欸 這個也是一個法門 那 文書菩薩就講啊 若以風性觀 動極非無對 對非無上覺 雲和霍元通 欸 這個觀這個風啊 已經在動了 結果我又要去觀這個洞 這個通常呢 就是用什麼方法去觀這個洞呢 通常都要製造出一個比較不動的疾 才能夠觀到洞 就是相對於安靜 相對於不動 才會有動的一種觀察 這樣子呢 其實他還是一種相對法 所以他在這邊就講啊 琉璃光法王子的這種觀察 其實萬法本極 但是呢 他在這個極當中呢 又產生一個覺觀 這個覺觀呢 並不是真實的無上覺觀 而是相對的覺觀 那在這裡講的動極非無對 動跟極這兩個境界是相對法的 非無對就是相對 那既然是相對 他就不是無上覺 那覺性呢 有沒有動有沒有靜啊 其實啊 沒有動沒有靜 就像六祖大師講 風動還是煩動 其實都不是 是忍者心動 你的心一動呢 風動也不對 煩動也不對 就是整個都在妄動 在楞言經的前面講到課程兩個字啊 佛陀就講過 其實你會有動嗎 我們的心啊 沒有動 所以也沒有靜 因此呢 這個動靜啊 是一種相對所產生的狀態 那我們如果沒有了解的話呢 你就會為了要排除那個動 然後呢讓自己啊 執著與靜 那這個就還是一種偏空 偏直 所以啊 這裡講到的是流離光法王子 來修的這個法門當中啊 一般人啊 他會把這個動啊 又會分成動跟靜的兩邊 那事實上呢 其實你不管是多麼的動啊 你的心本來就沒有動靜之相 只是我們以為啊自己好忙哦 好亂哦 忙不等於亂啊 真正的動啊 是動中意不動 方明真不動 所以我們在禪器當中啊 會有起來醒香 有的人呢 就打坐啊 坐一坐就很舒服啊 就懶得起來動 就不想動 就覺得自己啊這樣靜的很好 啊靜的很舒服啊 其實這個也不是真的不動 只是一種懶惰啊 不想動啊 那你如果真的呢 心是很安靜的啊 動靜閒忙都是安然的啊 因為心本來就沒有動向啦 也沒有動就沒有靜 沒有靜就沒有動 沒有這兩種相對的時候 才是就靜之絕啊 所以這個是琉璃光法王子呢 的法門當中呢 如果我們以為要觀察這個動 就要用一個靜來關它 那就很容易落入一個相對的狀態 這是文殊菩薩提醒大眾 再來呢虛空障菩薩 虛空障菩薩他所修的法門啊 叫做虛空 什麼樣的虛空呢 心也是虛空 身也是虛空 世界也是虛空 全世界全部都是一種空 這個空呢 不是沒有的空 而是呢 不妨礙的空 所以呢 虛空當中 又有無限的妙有 就是心如明鏡一樣 可以展現無礙的國土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所謂的空呢 其實他不是沒有的空 而是實相無相 無相無不相的空 真空可以生妙有 妙有當中 又能夠重重無盡 層層無礙 那這個地方呢 是虛空障菩薩的一種 最殊勝的法門 叫做虛空無邊 那從觀察虛空當中 來入三摩地 這個地方呢 最容易讓大眾 產生不解的 就是空這個字 所以啊 文書菩薩就講啊 若以空性觀 哎 這一般人呢 想到空啊 要觀空 就開始先進入一種想像 就是執著有一個東西 叫做空 就是沒有 所以很多人呢 在禪修啊 就說要放空 放空啊 就是啊 什麼都不要想 其實就變成一種混沌 混沌的狀態啊 混就是不清楚 清楚也是空 不清楚也是空 清楚的時候呢 這個真空啊 神妙有 這是真如之空 不清楚的時候呢 這個真空啊 叫做空空 就是暢暢 混混沌沌的 就是發呆 放空 那你這兩種空啊 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呢 遇到了境界 遇到煩惱 他就說 我通通都把它忘掉 變成沒感覺 以為沒感覺 就是不分別 其實是錯的 你都不能夠有感覺嗎 你不是沒有感覺 你有感覺 只是我們在這個感覺當中 執著為實有 變成忘覺 但是呢 你要知道這個忘覺 是你製造出來的一種錯覺 並不是真實的覺 那我們要悟到真實的覺 你要把這個忘覺給看透 看清楚 它其實並不是真實的 是虛妄的 這個才是空性啊 空性的概念 而不是沒有 沒有這個覺 沒有 不是 並不是沒有這個覺 不是消滅它 所以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件事情 反而就以為 學佛之後的不分別 就是落入空 人家問什麼意見 就沒有意見 人家說什麼 你要不要想一想 我不想想 你就告訴我怎麼做就好 就變行屍走肉 那這個變成一種昏頓 昏跟頓 昏就是迷迷糊糊 頓就是持頓 而且呢 這個是頓根啊 每個人的心啊 如果都這麼的持頓 你的智慧劍已經頓掉了 沒有辦法斬斷煩惱 那這個煩惱是很厲害的 煩惱比我們的決心還厲害的時候 我們就被煩惱牽制 所以我們唯一啊 面對這個境界 面對這個煩惱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們自己心裡的這個決心 練到啊 風力無比 讓自己的心可以啊 快刀斬亂麻 不要遇到煩惱啊 扭扭捏捏 迷迷糊糊 不要不緊 沒有關係 隨緣放下 就在變很鬧腫 其實呢 當我們真的遇到了自己的 無始以來的煩惱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留情啊 也不可以在那個地方呢 自己的怯懦 或者呢 自怨自哀 覺得自己人生啊 就是這麼的業障 自己很笨 都沒有辦法處理 我只能呢 接受他 其實這個就是錯誤的態度 那如果呢 我們又是修啊 這個空性的時候 也是這樣修 那你就完蛋了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混沌本身就不是決心 那沒有決心 他就不是菩提心 他就不會成就菩提果 那你怎麼修呢 你就修到最後呢 你只是啊 越修越笨 越修越不能分辨 越修呢 越無忌啊 就等於是進入一個空亡的境界當中 所以這個跟虛空葬菩薩的虛空無邊 是兩馬 只是天差地別 可是一般人呢 很容易會誤以為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修法 所以呢 溫舒菩薩提出來 請大眾啊 不要變成虛空葬菩薩的山寨版 那這樣子呢 就誤會大了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兩個這個法門 來我們來看看呢 這一組有沒有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問 食物阿彌陀佛 我是法醫 跟大家分享幾張PPT 那今天4月4號是兒童節 明天是清明節 那很剛好 其實明天4月5號 是農曆的2月15號 那今年又剛好碰到48年才輪到認二月 所以那個2月15號 實際上在3月6號一次 明天又再一次的認的 那2月15號是佛陀的捏盤日 那我怎麼會 今天現在才知道是捏盤日呢 好請看下一張 那是因為我今年1月13號的時候 那時候天氣還很冷還有風 那我到仁愛路啊 那邊整排都是菩提樹 那可以點一下這個樹 它在風在吹的時候 欸欸欸欸ặ ell 我就把它 那臉飾品 我覺得很有趣 每個葉子都沙沙沙沙了 那這菩提樹 都在放冬 那沒想到才過了2個葉 我在3月27号又去的时候 我居然发现所有的菩提叶都掉光了 我有点吓一跳 因为我一般都认为叶子只有在秋天才会掉 怎么在这个春夏之间菩提叶怎么会掉光 那我去Google一下果然菩提树的自然性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就掉光 不过它很快那个新芽冒出来 它很快又恢复原样 原来这个是自然现象 那今天我们讲到风信观跟空信观 那我好像也可以来给它穿早互费一下 下一张 从这个风大琉璃光华网址写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原来这个风力是妄言 风从哪里来风从哪里去 那看的这些菩提叶 原来是风力无一啦 那是往前是自己的妄言 妄言而形成的 那文书菩萨这里讲这个动静的生媚 那看的菩提树好像既是生媚 那也没有这个上界心 所以是偏逆不着的 那在空大这里啊 原来这个空大原来是一种妄事在生媚 那看的菩提树啊都 夜都漏尽了 哎呀觉得漏尽的好像又有虚空 又不知道虚空在哪里 那文书简直 平西这个关空大 看的一样看着菩提叶漏尽啊 那这个灵敏皆知啊 不知道也跟菩提叶有没有关系 那我为什么会去看到这个菩提叶呢 因为很刚好 请看下一张 请看下一张 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看这本 钱文中先生的 应该是第二次看了 《咸庄西游记》 那钱文中先生 他完全是根据 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大唐西记 他重新把这些文言文 再用一些白话 然后缠着自己的意见 那他现在在复旦大学 我们知道他是 大陆佛学大师 季献宁的关门地址 那这本书里面刚好就写到 就是 《咸庄大师》 他走到这里的时候 走到摩羯头果 就发现整个树叶都掉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节 那就看到那个 那棵捕提树 那他就提到说 每一次如来捏盘的日子 就是树叶会突然整个漏下来 有一种凋零 不久又有凋零之感 不久又恢复原状 那印度人都把这根树照顾得很好 常常用牛奶来灌这棵树 那其实这是自然的现象 但是我想佛弟子看到这样子 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 好下一张 那佛头那个玄庄大师到这个古代十六国 这摩羯头果 事实上离他的要去的纳兰陀寺 他要去找戒贤大和尚 学习一切式地论 其实已经很近了 但是秦文忠先生讲到说 他到了摩羯头果的时候 有一点静香琴切了 他在这边九天以后 再往纳兰陀寺 大概距离200公里才到了 那左边这个堵是 师傅在讲苗董内燕金的时候 给我们了解每一个不同的圣地 包括凯悟的地方 在菩提前 事实上是在摩头结果这里 就靠近孟加拉湾 那社会果呢 就是赵佛头在讲 那个任燕金的地方 好下一张 那玄兰陀寺大师呢 他这个写道 他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嚎啕大哭了 他我们知道他从627年 8月从长安出发 他已经走了快四年了 这时候他刚好32岁 那让我想到说 32岁的阿兰 到最后到建六 是几乎要 已经是要开悟的时候了 那这他也是悲心交集 那我们玄兰大师 也是悲泪荧幕 好请看下一张 他为什么会悲泪荧幕呢 那在另外 玄兰大师的自传里面写到 他讲到说 佛城到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的灵魂飘到哪里 那怎么到这个时候 才到来到这里 那觉得他是一个业障很深 所以他就悲泪垂木 另外他也看到 那时候在那个地方 有两尊观自在菩萨的像 那时候这个国王就讲说 哪一天 这个观自在菩萨的像 如果没落了以后 佛法就完了 那他到的时候 就看到南边这尊菩萨 已经没落到胸部 胸部这里了 好 我就做这样的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许医师 许医师的分享很应景 我们要知道 佛陀在这个农历的2月15日 涅槃这时候 梭罗双树一夕之间 全部掉光了所有的叶子 那代表了这个决性的一种 敏没大师的先世 那全世界都陷入一种哀痛 但是佛陀呢 他说 其实他的法身没有灭 那如果我们能够 将他的法身继续在红传 继续在维持 那就不会有这个 佛法没落的一种状态 那最重要的就是 身为佛弟子 我们自己也要有一点这种承担力 就是佛陀是这样子 清清楚楚的把法传给我们 那我们就要继续 把这个佛法给传承下去 这样子才不会辜负佛陀 在这个生命当中 他所有的人生 全部都在红法 到处不停停 不断的在接引各式各样的活弟子 要在这个世间呢 有一个种子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这个风性跟空性 这两个法门啊 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呢 其实风如果是妄动 妄动也是一种空性 第二种呢 虚空上菩萨 让他直接观空性 一个是妄动的一种观察 就是从现象 从运用上的观察 一个是从本体 这个空性的地方 这空性的这个角度 直接进入观察 这两个呢 其实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观察 都不要离开决心 所以这文书菩萨在这边分析的时候 都一直在强调啊 不要失去的这个决心 否则啊 我们在修啊 修成了这个境界 或者是 执着于境界啊 就变成本末导致了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 这个内容 那也谢谢徐医师 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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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